港独的議題 在上星期大專學院開學禮上 又引起爭議 警察肆意曲解社團條例 取替香港民族黨 我們所身處的香港政制崩壞 主權只是受到商人國家的威脅 經濟、文化等各方面 受到北方帝國殖民 大學絕對不會支持港獨 很不幸這股歪風 進入了我們大學的校園 任何衝擊國家主席習近平 去年七月一日 在香港的底線 我們是不會容忍的 討論港獨在大學以至社會 是不是已經成為政治禁忌? 在香港的大學上升上大學的同學 可以參加我們這個學會 今天趁開學日貼上招收會員的單章 還有海報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 剛剛升上大學的同學 可以參加我們這個學會 他叫自己做KC 是中文大學學生會 屬下一個叫香港獨立研究學會的幹事 上個星期一開學日 他在校內張貼單章招務會員 KC說 鑑於議題敏感 他不想上鏡 亦不想透露個人身分 本身香港獨立這件事 在未成立這個學會的時候 都非常敏感 其實我們希望透過成立這個學會 就慢慢令到他 可以由很敏感慢慢去到 大家都能接受到 去年九月 中大校園出現香港獨立橫額 校方要求學生會拆除 引起爭議 因為這件事 觸發KC成立學會 校方是借沒有申請為由 其實就是打壓這個言論自由為實 我們認為其實任何的政治立場 包括香港獨立 都可以在校園內討論 我們是看外自己的底線 就不是挑戰任何什麼底線 譬如是言論自由 學生自治 我們有這個學術自由的底線 學會在今年一月成立 目前正處於事辦階段 KC說學會的宗旨 開宗名義 是要提供平台給學生 討論和研究 香港獨立的可行性 守護同學的言論自由 在現今社會中 很多人即使討論香港獨立 都會被標籤為鼓吹香港獨立 我們會將會寫明 是研究香港獨立的可行性 搞很多不同的研究活動 究竟我們學會是屬於鼓吹 還是研究 界線是由誰定的 因為校長的港獨民鼓吹違法 他會不會將我們界定為鼓吹 我們是不知道的 如果我們屬於鼓吹的時候 他會做什麼行動 會不會是解除我們學籍 或者是做不同的處分 我們是不清楚的 KC說 學會初初成立的時候 只能在網上群組匿名發帖 招募幹事和會員 他聲稱學會現在有五、六名幹事 三、四十個會員 不過全部都不想曝光 坐在KC旁邊 我們叫他做Peter 他表明自己既不是學會的幹事 亦不是會員 只是認同學會的宗旨 所以幫忙做義工 他同樣不想讓人知道他的身分 以往我覺得要多些人聯手 去說多些 打破這個社會 對於香港獨立這個意見的規範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政治打壓 可能真的慢慢 真的完全不可以說香港獨立 我們要說你 唯有馬弟說 才是我覺得暫時是可取的 為何我們這次可能不露面接受訪問 除了政府現在用不同的法例 他不可以直接說 因為你說香港獨立而拘捕你 他還用很多其他不同的法例 社團條例或煽動罪 其實他也不是真的拘捕你 他是不斷嚇怕你 令你以後不敢說 網上有不同批鬥事件 他會將你支持香港獨立的人 的家人 或者你個人的私隱 女朋友的相片 全部公開上網 做人肉的搜尋 香港獨立研究學會 是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在張則成立 中大學生會會長歐卓希說 香港獨立研究學會 符合張則的申請準則 學會的政治立場 並不是他們審批的考慮因素 一來就是現在在中大入面 沒有任何一個屬會提及 會探討香港獨立這個議題 完全沒有重疊性 另外就是他們的名字 和他們想做的事 也是一致的 探討香港獨立 會不會有一個可能性在這裏 香港獨立研究學會成立後 學生事務處曾經主動接觸學生會 要求撒取學會的幹事名單 最終被他們拒絕 學生會期後更加聽聞 校長在校董會上 表達對學會高度關注 學生會認為 校方的反應並不尋常 大學其實是作為一個學術機構 其實理論上裡面 應該是可以確保到 它是有學術自由 有言論自由 我認為香港獨立 都是一個政治的訴求 這個社會裡面也有很多人 是真的會把它視之為一個禁忌 一聽到四個字 就不理背後的論述 不理背後的原因 就先罵了 我們向中大校方查詢 他們對這個學會運作的看法 不過校方沒有直接回應 只是重申 大學堅決反對港獨 表示會積極就學生團體的活動 與同學保持溝通 致力維護言論自由 同學術自主 同時大學有責任 確保校園是理性探究學問的環境 而非政治角力的場所 中大校董民建聯成員劉國勳說 對學會的成立表示關注 他批評學生這樣做 是觸碰一國兩制的底線 以學會之名鼓吹港獨思想 我想其實在校董裡面 也有討論過 裡面也有提出過 學校不應該作為一個宣揚 或者鼓吹 一些港獨主張的平台 任何違法 或者是推動港獨的行為 其實都應該是禁止的 但是具體的處理方法 其實都會交給學校的處理 我希望同學們 都應該要尊重這些事實 還有尊重有關的法例 就不要借用學術自由 或者言論自由這些房子 去掛羊頭賣教育 去宣揚港獨 我行使社團條例第八條 賦予保安局局長的權力 作出命令 禁止香港民族黨的運作 兩個月前 保安局引用社團條例 考慮禁止提倡港獨的 香港民族黨運作 目前正等待民族黨作出新術 假若保安局最終禁止民族黨運作 將會是二十三條立法前 政府首次動用刑事法 處理港獨的政治主張 香港獨立 香港獨立 那保安局會不會引用社團條例 禁止在大學成立的 香港獨立研究學會運作呢 保安局回覆我們查詢時說 不評論會否就個別團體採取甚麼措施 表示每個個案都要獨立考慮 這幾個星期出現的 香港民族黨一連傳的風波 真的要用社團的條例 要禁止香港民族黨的運作 而更重要的是 他定義社團 是說兩個人已經是一個社團 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社團 變相我們一有組織 一有多於一個人去行動 就會有危險 他們迫使你不敢說香港多藍 明天可能會迫使你不敢說真普選 可能後天你看見一些政黨 都會說不敢說結束一黨專政 可能到以後下來 可能連爭取民主 他們都會用這種批鬥方式 或者用這些程序上的東西去壓制你 Native alike 所以有甚麼… 有甚麼的都會用 有甚麼名字 had the right 上個月 外國記者會 邀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 擔任午餐會演講嘉賓 引发政治争议 演讲当日 多个左派工会和亲政府团体 去到现场抗议 极有支持本土和港独的团体来声援 这种冲突场面对于23岁 刚刚做了一年半网媒记者的戴程熙来说 已经习以为常 学生到南联盟 他们可能迟一点来 找不到一个位置去近FCC 他们都会有不满 他们好像跟警察 我看到有点讨论 主要想看哪里有冲突 去到哪里看 Mr.Chan, thank you Hong Kong's sovereignty Must rest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ere's only one way to achieve this Independence 陈浩天的这场演讲 先后受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特首林郑月娥 以及前特首梁振英评击 而成为社会焦点 最后都如期进行 因为刚才里面也有问到 FCC的 Vice President 他的意见由头到尾 都是说对于FCC来说 是一个很普通的 因为他们就是会听 新型同立场的声音 去出席五餐会说 所以这也是可能其中一个 值得关注的新闻 因为为什么记者会 一个普通的演讲 会令到这么多反对声音出现呢 其实都某程度可以看到 现在政府或者中方的取态是如何 他今天的 speech 其实主要都是说 他们香港民族党 目前面对着一些什么问题 还有为什么他们要 提供香港独立 就是他会说到 他会说到 他会说港独立 戴程熙入行后 采访过不少有关港独的新闻 这日他负责报导 陈浩天的演讲内容 我记得有外国记者 问陈浩天关于暴力那些东西 其实陈浩天那时候 都会说自己不主张暴力 但是譬如我们再看他过往的言论 都有说过要流血 或者要用脑 我们其实都放在我们的报导 那你就让读者自己判断 这些完全不是宣传 他年半前入行采访的 第一单有关港独的新闻 就是中文大学 挂香港独立橫额事件 他说当时政府和校方立场强硬 批评学生的行为违反基本法 又强调言论自由有底线 当时他刚刚入行 对于校园以至社会 是否可以讨论港独 一度感到困惑 因为大学就是学术自由的地方 你想研究什么都可以 但是偏偏学校跟你说是违法的 他类似是用一种保护学生的心态 跟你说 你有时都会想 其实那帮学生是否真的完全错了 那你当时就 可能有些事情你就会想着 究竟我要怎样写呢 或者是否他真的犯了法 就会有时可能会令到你 有些事情可能就就着就着不写 李月华是这间网媒的总编辑 他的机构也有直播当日陈浩天的演讲 他说事件引发的争议 重点并不是陈浩天的言论 而是社会上究竟还可不可以 自由地讨论港独的议题 今天我们的问题也有困惑 就是你今天说这件事不行 是因为违反基本法影响国家安全 好,哪条法律 他说到今时今日 在张建中事后的记者会 现场记者问了很多次 到底是违反了哪条法律 张建中先生其实是避开了 我相信很多人反对他去取代的 不是一定说我支持他的想法 但问题是 如果他说话都可以被取代的话 你今天可以取代他 明天可以做新闻的 后天可以做第二个 言论自由从来都不伸展到 危害国家安全的 但在香港来说目前 是没有国家分裂罪 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罪 就算你违反了23条 香港未有法例 未有违反法例 就不会抓他坐牢 在未有刑法制定之前 其实你除了谴责他 危陷他 就没什么可以做到 当一个人去讨论一些东西 是不是要检控他呢 是不是不准说呢 那些东西 23条立法是不会解决到这个问题 除非我们决定说 香港是有一些东西不准说了 当我们说 讲港独就会影响国家安全 其实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怎样影响国家安全呢 是不是讲一下港独之后 国家就会分裂呢 是不是讲一下港独之后 有人会发动战争呢 会推翻现在的政府呢 我们看不到任何这样的理由 我们怀疑他们违反了有违公得罪 陈家驱今年三月在网上成立群组 叫做学生独立联盟 主张香港独立 这日他们到天星码头驱赶大妈 声称要杜绝劣质文化 皇老天星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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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网上的政党成员 试过在区议会选举中落败 又试过在立法会选举中 帮本土派候选人助选 陈家驱说 在政府大力打压下 本土和港独主张 近年占摧低调 不过正正是这样 他更加想站出来 延续独立思潮 政府也没有一些很实际的条例 去拿出来 去对付港独的人 他只是用不同的周边的法律 去例如取代民族党 又或者煽动罪 所以暂时 未立立三条之前 其实还有空间去讨论 但是如果真真正正出现了 一些法例 是禁止人家讨论港独 可能一说或者在上网 去表态支持的时候 都要逮捕的时候 就真正失去讨论的空间 我中联白和港澳办法 表声明 就是炮军这个大饶庭 他在台湾和外界的讨论会 陈家驱相信 他成立的组织 很难在香港注册成为社团 也预计会计计民族党后 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 他们不肯透露组织的详情 只是声称收到三百人报名 成立之后 也多番被左派报章 指他们在校园散播港独思想 网上也有不少人质疑他们的动机 为什么我们要走出来去冒这个危险呢 是否值得去承担可能坐五六年间的风险 然后去博一个上位的机会呢 我觉得其实很多言论 如果你真的认真去想清楚 我未必个人质疑得到 未必个人质疑得到 未必个人质疑得到 这种港独自决的言论 是违反了一国两制 和基本法的宪制要求 所以任何冲击着这么基本的政策方针 或者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七月一日在香港的底线 我们是不会容忍的 国家里面说的是一个政治上的红线 你超越了 有什么后果呢 假设我希望我是错的 国家领导人说这条红线你不要过 你过了这条红线 他就会说 既然是这样 我改变中央对港的政策方针 取消我国两制 这不是法律的问题 是政治问题 你知道领导人在想什么吗 然后你就去猜测、鼓吹 这种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 我们反而要问一国两制 既然要保存香港的一些核心价值 究竟这些是什么核心价值 令到两制是值得存在的呢 就是你会看到 只会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越收越窄 现在就是说港独 演变下去的时候就会说 当权者不喜欢的东西就不能说 这个是香港最可惜的地方 如果我们走上一条这样的路 就会说港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